這個 酸梅 果汁 蜜餞 科爾比斯 花茶 有點像尿液的顏色 可以喝了嗎 該不是真的是尿吧 有點綠茶的味道 有一點威士忌的香味 很清爽的 這次的主題 Why Not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我也在想說 到底還怎麼樣可以繼續發揮 對關於酒的這個事情 一定要是非黑即白這樣的答案嗎 是不是可以做到另外一種不一樣的呈現 所以我會先把他原本的最主要的個性保留 接著把很多既定的印象抽換 譬如說像是顏色 經過很多的研究之後 發現可以靠有乳酯 可以把顏色抽離 並且同步補足更多的香味 所以我這次就自己做了一個像是開心果和綠豆調味的優格 脫色的同時一定會帶走些許的風味 所以既然要達成平衡 我就想到的是 我們要如何去補足這些抽換掉的部分 非迪池五的話 其實他對我來說風味是非常的柔順的 相對來說他經過不同的香木桶去成年之後 提供很多很漂亮的優雅的花香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在這次選擇的材料裡面去選擇 台灣當地的柚子花 還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是紅豆綠豆小豆蔻 主要靠著豆子跟花的風味 然後經過了不同的萃取手法 那用這樣的概念賦予他新的風味 所以選擇使用的是來自於雲山酒場的兔子福特加 那搭配上了杜松子肉花 改造成一個自己風味的情酒 那用這樣的概念去補足了被我抽換掉的部分 組合之後就可以完成我這杯Why Not J4 這杯酒的味道是因為從一開始的概念 你看到的時候就已經看不出來他這杯酒了 從這邊開始希望來做大家的顛覆 所以從上層中層到最後微韻 我都有做了一些小設計 希望讓大家有不同的小驚喜在裡面 這杯酒的最佳飲用方式 我覺得只要懸開瓶蓋 倒入杯子內 如果你覺得溫度太高加入喝冰塊 其實可以非常好喝非常容易喝熱 你希望在下午時間可以更輕鬆的喝的話 加個冰塊加個蘇打水 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